三骑的待遇真的很差吗 这么多年过去 一提到三骑之光 还是只有窝子一个人顶着 以至于最近的三骑们 都成了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伤害2.5的代表 既然如此 本期阿当就从判断一名 莱达待遇最直观的元素 形态数量入手 带来了一期三骑形态数量大配行 看看有没有隐藏的待遇之王 第五名 假面骑士格里斯 以及假面骑士瓦尔基里 形态数量均为三个 并且都是提为只有两个 随后在外传中获得了第三个 不得不感叹这年头 三骑是真的惨 仅仅拥有三个形态 就能在所有老三里排得上号 格里斯是创期中的三骑 人送外号海格 首次登场于第十把号 使用挤压驱动器 配合机器人凝交 变身为自己的基础形态 海格在剧中大部分时间 都是使用该形态打架 哪怕是在后期 战力严重落伍的情况下 他都是选择硬提自己的危险等级 拼上性命和敌方作战 并打出不俗伤害 一直到大决战 海格才终于解锁了第二个形态 格里斯暴雪机器人形态 然后用该形态击败伪三与牙 迎来了在密探面前的高光时刻 不过代价是 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最爱的人面前化作粒子消散 海格的第三个形态 登场在新世界外传第二篇 变身道具为格里斯完美国度 经典工具兔手挫外挂 该形态也叫农家乐形态 是海格的最强形态 实力非常强大 顺带一提 皮特已经被畜生格量征用了 后续几乎不可能再翻唱 而任姐则是灵异中的三棋 同时也是令和时代守卫女棋 相比起海格 她的日子过得就不怎么好了 首先任姐自身登场较早 在TV第三话 就已经变身成为了 基础冲刺猎豹形态 唯一的派生闪电黄蜂形态 也在第六集就出现 为数不多的高光过后 剩下的就是快乐的挨揍时间了 甚至在中后期 东大妈还极为恶趣味的 给她补了个怪人态 狐狼结识者 专门用来挨打 气都冷 我们三棋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站起来 外转中任姐解锁的 最强正义剑齿形态 更是丢人 连个保护器都没有 哪怕拼其全力 也只是破坏了 灭亡训雷的腰带而已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 第四名 假面骑士追猎者 假面骑士刀剑 还有假面骑士名骑 形态数量均为四个 咱们先从小王子看起 它是灵骑中的三骑 四个形态分为一个基础 两个眼魂派生 再加一个外转最强 作为灵骑系来打算比较少的 小王子于灵骑中期登场 出场自带碾压板的战礼 无论是基础形态 还是派生格林魂 以及三藏魂 在他手里都刷得呼呼生风 但自从洗白后 小王子的战礼 就跟退化了似的 拉得不行 甚至最强有情魂形态 刚刚点火 就被大禹交给了 又是个没有保护器的 想不到吧 工人形态巨少的仙人 在全部三骑中 居然能排进套子 也不知道是他的悲哀 还是所有老三的悲哀 假面骑士刀剑 是圣人三骑 形态总量为四个 基础阿兰基纳神灯形态 于TV第五集正是亮相 该形态头部的光环装甲 拥有对邪恶属性 以及魔物特攻 能发挥出操场的力量 其他两个派生形态 也各有各的优势 刺猬神灯 能使用刺猬的千只次 可以说是攻防一体 黄金阿兰基纳 则是仙人 三侧战神之名的由来 明明只是第十集 就登场的前期装备 到了大后期 却还能打出车顿伤害 最后一名为 阿拉伯纳芝叶形态 他是闲人在 《深醉三重奏外传》中 所获得的最强形态 帅王拿远古龙换的 至于另外一个 同样是四个形态拥有者的切傻 就包含了先许水分了 为啥 因为哥们夹杂了特殊战士 切傻刚在池奇中登场时 变身的就是魔镜追击者 作为反派特殊战士 进行各种活动 后来洗白成功后 才解锁成为假面骑士追猎者 随后再提为第39话 切傻拿到了自己的 首个拍声形态 高速切傻 别看这玩意外表没啥变化 但他确确实实 算切傻的拍声 加速后能够高速行动 这是最后一个吗 很多小欧巴会猜是 圆形池奇 错了 超魔镜追击者吗 圆形池奇算额外独立骑士 故不进入切傻的形态 第三名 假面骑士我子 加上假面骑士龙选 形态总数量为7个 我公公不愧是三骑之光 未来骑三个拍声 一个最终银河形态 以及银河自带的俩最终拍声 形态口袋恰宝宝 并且这些形态还不是空壳子 战力设定等都非常逆天 银河都够碰瓷一些主旗最终了 单论TV表现 那时甩冲簧不止石条剑 在沃兹的对比下 这龙旋倒有些像是个小丑了 他是开武中的三骑 虽然也拥有7个形态 但其中含水量巨高 TV里满打满算 总共也只出现了3个 分别是基础葡萄铠甲 派生奇异果铠甲 还有最终黄泉护吃铠甲 其中黄泉铠甲虽然很强力 但有着需要克命的强烈副作用 在战斗中会消耗变身者的生命力 来作为进化的代价 一般人用不了 剩下4个形态 则都是出现在了TV外 巨城版登场了W开甲 超沙雕DVD解锁了香蕉开甲 蜜瓜开甲 以及凤梨开甲 龙旋作为三骑的待遇算不错了 假面骑士三骑形态谁最多 第二名 假面骑士瓦尔巴拉多 以及假面骑士射手 形态数量均为8个 有的铁子在掰指头数一数 就觉得不对劲了 啊 钢子哪来的8个形态 哪怕算上特殊战士 顶死了也就7个 第8个哪来的 先别紧 咱们按照现在的剧情来看 劳钢身上的黑炎线还没揭开 有个最终形态是没得跑的 早晚而已 隔壁连冠军都能贷款 我给钢子带个最终形态怎么了 当时候黑炎一解放 不得拿着扳手剑哭哭乱砍啊 除了这最终形态外 劳钢其他7个派生形态 分别为前级变身的特殊战士 瓦尔巴拉多 派生勇气挖掘机武装 另一个派生机型直升机武装 还有三合一的三重武装形态 其实形态包括基础形态 派生大蛇挖掘机武装 以及第二派生天使直升机武装 钢子本人在战斗中 也是以操作出名 虽然形态强度本身 只对标戈阿德顶火器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成长 劳钢在高端局里 输出还是不少的 至于另一位假面骑士射手 应该是大伙没想到的 大我是艾克赛德中最初的骑士 早在TV开始前 就用原型卡带变身了 原型一级射击玩家形态 TV开始后 他发动超能力 从卡密手中买下卡带 解锁了基础射击玩家形态 其他的派生形态也不少 其中有三级战斗射击玩家 五级猎人射击玩家 五级猎人全身飞龙版 这三个 此外在TV第20话 大我还拥有了自己的最终形态 五十级模拟玩家形态 后续甚至还耍上了 克罗洛斯 虽然这玩意儿不进入他的形态 但好歹算弥补了大我 手里面有高端货的尴尬 还剩下一个 便是外传中的 第四颗星射击玩家形态了 该形态属于大我的特殊射击形态 数值甚至还要告诉 他的最终模拟玩家一大截 最后揭晓第一名 假面骑士囊猫 形态数量达到了足足15个 碍于篇幅 这里就不展开细说 囊猫之所以有这么多形态 得益于几乎特殊的骑士系统 除了极少数专属代扣 其他大小代扣都是通用的 没有任何使用门槛 拿到手就能爽 再加上迷一身为暗马大小姐 家里乱七八糟 关系一大堆 弄点代扣 那不是易如反掌 唯一比较特殊的 就是他专属的最终幻想形态了 想不到咱令和人才辈出 几乎全员在网 那么是谁没有上榜呢 你无敌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不同看法 或其他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 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